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大军结合而成 到了民国时期 接受编制的他们 正式组合成为了川军 四川地区人口重度 当时就已经有了五千万的人口基数 靠着独特的地理优势 没有其他派系的军阀 影响他们内部的混战 十几支军阀部队 在这块盆地里互相争夺地盘 引来了不少百姓的嘲笑 川军的军事素质相当差 打仗就像买菜一样 喜欢讨价还价 他们没有正经的装备 许多川军都穿着破布军装 扛着的是川地自制的武器 把小船当舰艇 打仗的时候十分滑稽 就连他们拼上性命的领土争夺战 也会有许多百姓站出来参观 看到士兵受伤了 他们还会大声地笑出来 依着蒋介石命令打红军的时候 他们也完全没有战斗力 被红军轻易地击败了 战场上的他们就像是小丑一样 受到全国各地军事的嘲笑 他们真的这样没有